终于来到李斯朝鲜第二季了 相信粉丝们都等得像戏里面的僵尸一样要爆走了 第二季的剧情交代了很多在第一季马来西亚的浮现 第一集一开始已经说了 三年前跟倭寇的战役中就是用了生死草取得了胜利 僵尸的活动是取决于环境的温度 我想大家在上一季最后一集也知道了 这点跟我们以往看过的僵尸片设定有不同 我也是最后一集才知道的 真的是给这剧摆了一道 当然主角们也被摆了一道 本以为可以平安度过的一天 回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赵水柱 没想到竟然要在煎熬了一整晚的冬天 加上战役下降和测房测到一半的情况下 跟僵尸来个正面交锋 真是难上加难啊 我有在想为什么僵尸晚上没有来呢 如果是按温度说的话 照理当天晚上的温度更低 更有利僵尸的活动 不过我想应该是导演想让观众有一个出福意料的结果 并且加强战况的紧张程度 所以才把这个伏笔放到了早上才呈现出来 你就当防护墙里面有个小兵砸到木头的刺 流了一点血被千里之外的僵尸闻到了 然后僵尸跑了一整晚才赶过来吃那一点干热的血 这样想可能会好点吧 僵尸群穿过迷幕直冲主角们的防线 这位大叔很帅的射了三只必杀之剑 不过帅了几秒用力咬了一下牙齿之后就跑了 我还以为他会被僵尸咬死 没想到原来是要表演一幕跳远动作特技 腾空的能力比Jordan还强 有人可能会说在木筏上的小兵们怎么动作那么慢 僵尸都要冲过来了还不赶快把船推向河里发什么呆啊 但僵尸在迷雾中跑出来的距离跟防御墙的距离不远 按照僵尸奔跑的速度一两分钟左右应该就能赶到了 加上木筏其实是很重的 要在靠岸的情况下推出河边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木筏上的小兵只能无奈被咬了 不过这段剧情也是给永信的 如果不是永信危机能力反应快 这时候木筏上的人都会被咬到 并展现了永信具有领导者的才能 最后带领大家跟上了队伍 当中把被咬后还没有变僵尸的人 硬推进河里的那一幕也是人性的表现 永信是个善良的人 如果那个小兵变成了僵尸的话 永信会毫不犹豫的了结他 但他惊恐的表情以及不想死的表现 永信是无法下手的 最后低着头任由其他人 推他掉进河里 如果他活下去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有外转呢 你们有高枪 我们有数量 僵尸用数量的优势填满了陷阱 木枪也被撞得摇摇欲坠 五连子枪出藏后 画面用了横移的慢镜头 把战况呈现给大家看了 让大家可以好好感受 厮杀场面的惨烈 镜头还被血液浅上了 这是战争场面常用的拍摄手法 让观众可以更好地带入战况的情景 不过五连子枪出藏了十多秒就废了 因为僵尸冲得实在太猛了 还导致这枪伤到了自己人 战况那么严峻 出现意外也是在所难免 以后用五连子枪 上面还是不要占人的比较好 不过不到几分钟 木枪就被上司用人海战术撞垮了 虽然没有world roll一切的上司那么禁忌 会堆积成踢来的震撼 但也演得很精彩 毕竟那是丧尸3.0 这是丧尸2.0 有差别是很正常的 跑到暗道的时候 又是一场生死之战 门被锁住了 需要永信再度开启危机反应技能 拆了一块大木板 并用他著名的侧身舍身撞击 顶住了狮群第二波的进攻 永信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The Walking Dead里面的Dary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时候五音开启了爱奇生存模式 智力突然提升到懂得使用双刀杠杆流 试下的闸机就KO了那个大锁 但是那个方向好像闸机是闸不开的啊 诶算了 反正这个锁用手指闸也一定要开的 不然故事就要结束了 过了这一关 原来还有一关 想不到这门 因为日久失修 导致在这个危急关头 门突然坏了 关不了 这情况就告诉大家要时常保养家里面周围的设备 不要发生相同的情况哦 现在只能来一场感情戏结束这个危机了 刚刚帅过几秒的大叔 现在要帅到永远了 被咬的他直到自己也活不了了 便利用铁链把自己的身体跟门连在了一起 再用刀刺穿自己的身体固定住 这一幕真的是帅到底了 永远会主动了结大叔跟在木阀上不解决那个小兵的情况是不同的 帅到底大叔是坚定的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 保住大家可以安全脱险 心理上已经是做好了必死的决心 永远给他的这一刀是让他可以减少痛苦 以及死后不会害及别人 大叔最后跟永远说的一声抱歉也是语重心长的 这算是一种解脱吧 永远的那一刀也算是给大叔的一个原谅 这点有机会我们再说吧 接着到搞笑的搭档赵饭吧出场了 依然是那么软软弱弱的 需要徐飞出手帮忙 徐飞也知道赵饭吧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坏人 就是体力差战斗力低胆子小 心底还算是一个好人的 一个会因爱去为别人付出的人 心底不会坏到哪里去的 我在IG上已经猜想 徐飞最后会跟赵饭吧在一起 或者死在李昌的怀里 我希望是前者了 很多人可能会想徐飞跟永远很配 虽然我也觉得他们很配 但他们不会在一起 他们之间顶多是友谊以及互相欣赏 饭吧最后会用爱意感动徐飞 不过是生命最后一刻的感动到 还是说会有一个愉快的结局 就要看导演后面的片排了 虽非一秒洞悉上司活动跟生死草的生长环境有关 还留意到上司怕水的特性 还利用饭吧为海员造势的身份 安全进入造势的势力范围可谓本季洞悉能力最强的角色 导演多次呈现乌鸦笼罩天空的画面 仅仅只是想表达黑暗的来临 还是想表示乌鸦与生死草有关系呢 这需要等到未来的剧情才知道了 或者是我想太多了 另一边宫廷的御营大将跟提吊大监 开始展开了对中庭娘娘私宅的调查了 朝鲜的预言能力还是蛮准的哦 正一阵生子就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男婴出生了 中庭娘娘用胜利的笑容回应了这个预言 为什么大多数占卜都要震动身子呢 这方面我不熟 但应该震动是必须的 赵范八去见赵学柱本来会被杀死的 但赵学柱是个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派 自己的儿子死了已经没有人可以传承血脉 现在赵范八是唯一继承海员肇是血脉的人 所以不能杀 范八的运气指数应该是这距里面最高的一位 徐飞也因为是李承熙的一员 可以被赵学柱利用所以也活了下来 晚上徐飞跟范八在研究生死草 也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生死草的外貌 生死草叶子上的卵就是令人变成上司的主要原因 我猜想生这些卵的生物会是未来故事发展的主要方向 这些卵很像一种叫春象的昆虫生的卵 大家俗称为臭屁虫 是一种农业的害虫 受到危险的时候身后会碰出极为蓝纹的液体 臭屁虫会在荔枝叶上生卵 小虫在成熟之后会破卵而出 吃荔枝叶作为食物 我想生这些卵的生物应该也有类似的特征 生死草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我们静观剧情的发展吧 徐飞高智商的回答 无论多么可怕的病总有办法阻止的 注定它在解决这场疫症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一幕就好像在说现在的疫情一样 我想这个疫情一定会好转的 但需要很长的时间 疫苗一定会被研发出来的 毕竟这些钱还是有人会去赚的 但疫苗什么时候会到你手呢 就... 咳咳咳 跟随说秘密一定会被人发现的原则 他们俩在聊生死草的情况就被造学住发现了 范巴出于极度害怕大伯 也为了在保护徐飞的情况下 把事情说了出来 但李昌的事情他没有说 因为他与李昌相处的过程中 知道他是一个难得的贤君 所以没有把他的事情说出来 如果说了 徐飞也会在内心憎恨他 始终对付男人最有利的就是女人 可惜赵学住的老婆不在了 不然可以多一个方法对付这个大佬 然后赵学住用口述试探了徐飞知道多少的内情 了解他懂得使用生死草的方法后 徐飞被利用的价值就变得更大了 于是赵学住就把他强制留在了身边 上周这边的情况也很不乐观 墙外都是上司 民众彻夜难眠 而且还要面临阳昌被烧掉的问题 现在就算上司供不进来 城内的百姓也会因为没有粮食吃而饿死 一心只为人民着想的李昌也忧心忡忡 对于武音听到安炫大监跟士兵说的一些奇怪的对话后 李昌感到很愤怒就一口刺破了 武音就是赵学住的那支通信歌 从武音吞口水的那个小动作我也更加肯定内应就是武音了 不过武音其实是为了妻子才迫不得已成为赵氏的通信歌 原因是因为李昌比谁都更懂得什么是爱 为了妻子他愿意付出自己的性命 为了李昌他也会用尽全力去保护他 因为在一路上李昌表现的爱名之心 深深的感动了武音 不过他最爱的还是他的妻子 我也很敬佩武音通风报信的能力 在这么多危急关头又和李昌长时间在一起 放纸条也不会被发现真的很厉害 妻子到底藏在哪里呢 李昌知道再这样下去只是坐耳待毙 所以决定擒贼先擒皇 解决事情一开始的祸端 杀了赵学住 这个计策应该是目前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了 有此等谋略看来李昌世子经历了那么多难关 等级提升了不少了 放血引上司这一幕应该是安炫大监想出来的 毕竟目前最了解上司特性的就是他的 也顺便向我们展示了上司的嗅觉有多厉害 为鼻子的上司应该是感应了附近的同伴行动而跟随的 互相接连的话就成了一大群 就像海底的鱼群 地上的羊群 天上的鸟群一样 不过应该不像Game of Thrones那样有老大控制 他们应该是一个个体同时又是一个群体 好了我个人对于第二季第一集的看法就分享完毕了 喜欢这段影片的可以点个赞 不喜欢的也可以点个赞 想练一下手指力的话可以点个订阅 再加小叮当 这样下次有新的影片你又可以点赞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